5月17日 银泰珠宝董事长 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理事长张贤 向圣盖博士警察局和塔伯村基督教青年会营地 捐赠1000美元 以支持圣盖博士警察的执勤工作和培训青少年 圣盖博士警察局局长 优金·汉恩斯和圣盖博士市长廖清禾 接收了捐款 圣盖博士警察局警长 优金·汉恩斯和圣盖博士市长廖清禾 非常感谢张贤董事长的赞助和积极支持 警长优金·汉恩斯还介绍了 圣盖博士几名联合防范不法分子的措施 设立警局411紧急电话 民众发现可疑情况及时举报 堵塞治安漏洞 定期举行警民会议通报治安情况 有问题及时沟通解决问题于萌芽之中 发挥警犬的特异功能 在查读查案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圣盖博士市长廖清禾表示 塔坡村基督教青年会 每一年暑假都要举办青少年夏令营 已有5年历史 青少年暑期都可以去受训 去年夏令营因疫情停办 营地设在Sambadino县的暑期夏令营 为期5天 一个学生收费500元 希望社区更多善心人士支持这项公益活动 我本人是非常注重小孩子的教育的 那我也非常乐于捐助这些做这些公益 小孩子成长是非常在这个小的时候的教育 真的是非常重要 所以呢我会呼吁我们的商家 跟我们的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 都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善事 来支持这个YMC的program 把它做好 那么我们能有多少能力 就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做好事情 银太珠宝的这个老板 Grace捐了一千块 捐了一千块给我们这个警察局 那我们警察局长呢 他决定说就是可以用这个一千块支持 就是赞助两个小朋友 在夏天的时候参加这个夏令营 那这个夏令营也事实上是 我们有一个叫YMCA的一个组织 然后我们警长呢是主要的这个理事了 那这个夏令营完全是由我们警察 任位呢来就是帮他们做这个活动 就是帮助他们了解警察做的工作 然后就是也希望是指导他们 以后成长的时候不要去做坏事 华夏电台记者盛盖博士采访报道